有请下一位选手 陈勇男42岁四川人高中毕业 我是来自四川南冲的陈勇 南冲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欢迎大家到我们南冲做客 今天来到菲里莫属 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老板 真正的能够去看中我 然后把我身上无限的潜能 然后发挥出来 谢谢 你作为一个已经42岁 比我小一岁 创了两次业是吧 这两次创业 我们好好说一次 该说哪一次能体现你的能力呢 说我的第一次吧 当时是2014年 在我们的广安 广安的悦池县 我们开了一家公司 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家乡的人 很多是靠劳务输出 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 那这个时候我就和我们的团队 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一个 创业模式出来 就想带动我们家乡人去创业 我们是做的一个 理疗养生的一个项目 当时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全国大概做了有三四百家 连锁的门店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创业 不懂得运用很多的一些杠杆 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商业模式 当时就是一心只想往前走 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后面就陆陆续续暴露出 我们自身管理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然后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企业做的一定的时候 有一个风头机构 当时我以为生命中的那个时候 就遇到贵人出来了 但是和资本合作之后 后面因为我们就把合作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慢慢地开始去退出了这家公司 你刚才说到这里来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能力的老板 跟着他 对 干什么 我希望能够找到有能力的一个老板 然后我能辅助他去把这家公司 通过我自身的能力去把它经营好 能够去运营好 同时运用我自身的一些资源 有能力的老板还需要你辅助吗 有能力的老板他也需要很多的部门 他不一定就是自己一个人全财 因为我自身有很多的一些优势和潜能 包括我现在自身的资源有很多 可以协助他们去开发很好的一些市场 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不创业 不想再去折腾了 然后我就想很稳定地 跟随把一家公司 我们一起把它做大 做强 你说你已经到了年龄了 折腾不动了 不是折腾不动 因为我是想就是能够进入一家公司 你刚才用到了稳定量 对 你凭什么觉得跟着一个有能力的老板 你就稳定呢 因为我们跟随有能力的老板 我们一起去发挥我们自身的能力 把这家公司我们做大 做大做强之后 我们就很稳定 你想要的那个很有能力的老板 今天有吗 陈总这边 陈步行 还有吗 然后许总这边 然后包括我对杨总这边 他们这边 你去做什么 比如说去陈总这边 你做什么职位 市场的品牌的一些推广 运营 营销 包括团队的建设 培训 其实我都能做 那凭什么要把这个岗位给你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成长了 其实我已经 你看说到这个地方又变成了 就是每次我们有一个求职者上来说 为什么你现在的工资要比以前高 因为我现在成长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就是这样来讲吧 就拿我的第一段工作经历来说 其实我能够在短短一两年时间 能够开发全国的 说白了吧 说这么多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的要求是八千 八千 八千倒是不高 没有地域限制是吧 没有地域限制 目标企业是 陈不衡 徐磊和杨荣 是吧 不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 因为包括 咱能不能不说那么广啊 哥们 你真是不像一个创过业的人 你广撒网啊 其实就知道找一家企业 假如陈不衡或者杨荣 你说好 我是做市场的 我是 你学管理 学过木桶原理 对不对 你是那块 长板 能补它的短板 它什么地方短 为什么你能补它 把它说清楚了 你工作就能找到了 就以徐总这边来说吧 徐总这边 他主要是做一些投资的 这一个公司 在我们南充 有一个做农业的 做生态农业 他现在走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走连锁的一种模式 然后他的前端有很多超市 给他们做一些定点的一些种植 然后他们去发动当地的农民 然后去种植 然后他们来收购 然后他会去卖农机产品 会卖农药 发肥等等一系列的 这么一家公司 第一呢 你确实不了解新空投资 因为新空投资 是一家典型的产业基金 就农业可能根本不在 我的投资标的范围内 假设说 你真的对这个项目 特别觉得好 你自己参与进去就好了 就应该 你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你过去不是做投资的 就你前面的这整个过程 多少让我们有一点点感觉 搭便车 我要稳定一点 我要跟一个大老板往前走 你的企业更大更稳定 这个不管什么阶段的企业 尤其在高管层面 管理层的这些人选上 我们都不会这么考虑 以后你将来创业 也要找别人融资的时候 用刚才这种概念的语见 根本融不来钱 一定说数据 大概我们投多少钱 能收到多少回报 全部是数据 而不是概念 概念 曾经创业的人 在我们的平台上 应聘的很多 很多做了总经理 最怕的是什么 高不成地不就 他说我从一线做起 我不想了 我还可以想帮助企业 来拯救企业 帮你来做得更好 我还扶主一个老板 来做事情 但是我要做总经理 又做不了 八千块钱在北京 北上广是什么岗位呢 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岗位 你说让你带12个人 多少说 敢让你带吗 不敢让你带 那么我问你 你愿意不愿意 不带人做市场推广 从销售做起 其实我来到这里 我就是想 跟进入一个好的企业 不管做哪个岗位 我都能够去接受 这个市场里边不是说 我丢个一个岗位 丢给我什么 我都做的 而是说我有什么本事 我擅长什么 我一定把这设计做好 这是你求职的法宝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自我认知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应届毕业生 你说我去所有岗位 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个时候你是张白纸 怎么样都行 但因为你想一想看 您是七八年的 对吧 已经很多年工作经历了 这个时候 你的自我认知非常重要 到底你清不清楚 你的长版在哪里 我其实想建议陈勇 你认清楚自己的优势 然后认准一个岗位 你之前的那个方法 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说你走到药店里 人家问你买什么药 你说我随便看看 然后说问你有什么病 说你看我有什么病 是吧 然后问你买什么药 你说你们这都有什么药 你的感觉像这个 因为找工作不能这么找 认准了 你能认清楚自己 我们才敢用 不是说我现在 好像就是可能 为不加的这种孩子 就是一个可能白眼狼 可能进入公司一段时间 然后走了 每个阶段不一样 他一定仍是这样 可能刚开始 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高度 没有这么高 但是你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沉淀 包括你去学习之后 可能你看到事情的 另一种方式又不一样 我认为是这样的 来第一轮选择虚核磊 还有两盏灯 天生我有财 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好 来 请听题 领导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却把男的工作安排给你 但同时给你涨工资 是何意图 这个事情应该是可能 领导要重用你的时候 就应该到了 然后因为能够给你涨工资 肯定能够 其实钱是能够决定一个 能力的标准 应该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提拔能力差的第一个 看有没有裙带关系 第二个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 应该是这种 做这道题的时候 你没有思考过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吗 就是真正的管理是什么 管理一定不是透过自己拿结果 而是透过别人拿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趴当中 就是失落 因为我没有看到 您在这道题上 对带团队能力的展现 反正会过分地自信了有点 解读这个题 根本把这个题 没有做根本的判断 我们讲 职场情商指的是 你怎么判断领导的意图 他的问题非常清楚 领导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你知道 提拔和掌心 是激励人才的手段之一 我给一个人提拔 给一个人掌心 两个人都激励了 但是为什么提拔那个人 做团队的主管 就是他能够领导别人 你作为没有提拔你 你就会想歪了 说没提拔我 领导肯定是 第一看着我 第二领导可能提拔他亲戚 提拔了其他人 我觉得没有领导力的 一个表现 就是说为什么 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首先这个能力差 是你的主观评价 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说客观上 他就能力差 那有其他的考虑 我直接给补充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 一定要知道 有目标明确的 第二个叫资源交换 你无数次的说 你要到企业里学习东西 那我为什么要培养你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 你不去做高管 你做一个地方的渠道商 我相信你的过去的创业经历 资源都能被用起来 你可以跟其他人说 如果你们想在当地 有一个渠道商的话 我可以做 我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职长讲资源交换 20岁可能就是拼做事的体力 30岁的时候拼能力 40岁的时候就要拼资源 所以你在40岁的年纪 你踏入一个跟20岁人 拼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策略上的不对的 说白了 其实你还是适合 回到你的老家 去做点小事 就别做那种大的事 做点小事 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 做个小商人 全部也挺好的嘛 要那么大干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序侯零 谢谢 所谓的老板的一期建议之后 其实给我人生的方向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应该来说 有很深刻的一些认识 包括未来的目标 方向 我会更加的清醒 去往前